欧洲理事会主习图斯克周日,25日表示,欧盟27国领导人,一致通过了英国脱欧协议草案。 当地时间25日上午,27个欧盟成员国领导人齐聚布鲁塞尔,对英国脱欧协议草案进行表决,并最终通过该协议。 但即使这样,这一协议草案还将在12月份面临英国议会的投票表决,目前已经有反对党,以及保守党内部多人表示会投反对票。 该协议是否会获得英国议会通过? 目前还很难说,英国首相特里沙梅江卓利于争取获得英国议会的通过,但目前英国议会内部,梅首相尚没有得到大部分议员的支持。 BBC驻布鲁塞尔记者亚当弗莱明,Adam Fleming,说,已经看到了草案文件,认为其中包括了各方都有点好处,但是有很多在明年3月29号后要谈判的。 如果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,英国和欧盟将在这份政治宣言的基础上,在3月29号之后的21个月过渡期内在协商贸易问题,在此过渡期间,英国还将继续享有欧盟单一市场和关税欧盟成员的优惠。 草案强调,欧盟与英国的任何最后协议,不能干涉欧盟的四大自由,即欧盟27国成员内部的货物、服务、资本和人员流动自由。 草案说,未来关系将建立在平衡权利和义务,把各方原则考虑在内的基础上,作为欧盟成员,英国与世界其他地方贸易遵循的,是欧盟统一签订的协议,总共22项跟单个国家的双边协议,5项涉及多个国家的多边协议,这些协议覆盖52个国家。 退出欧盟就意味着,退出这27个贸易协议,与52个市场的贸易协议需要重新谈判,英国本身是个大市场,自带魅力。 单独谈协议也可能更有利,这方面有五种模式可供参考。 一,挪威模式的No Way Model,挪威,冰岛和劣质敦士登不是欧盟成员,但是欧洲经济需单一市场成员,它享受无限制市场准入,权益的代价,是承担一定份额的欧盟预算负担,遵循共同规则和标准等欧盟法规。 欧盟国家公民可以自由出入挪威,在挪威定居和工作,挪威不必遵循欧盟在农业、渔业、司法和内政事务方面的法规,但是,挪威对单一市场的规则制定没有发言权。 二,瑞士模式瑞士与欧盟有自由贸易协议和120项双边经贸协议,绝大部分产业因此得以进入欧洲单一市场,但银行业和其他服务行业受到市场准入限制。 瑞士出口的50%进入欧盟,英国的银行和金融业占经济的80%,瑞士和欧盟人员自由流动。 当2016年瑞士全民公投赞成,对欧盟劳工人若加以限制,没有付出行动,却已经招致欧盟报复,暂停相关协议并冻结瑞士参与欧盟教育项目资格。 三,土耳其模式土耳其,不是EAX成员,但与欧盟有关税同盟,就像安多拉和圣玛利诺一样。 它向欧盟出口工业产品没有关税,没有配额,但关税同盟不包括农产品和服务产品。 土耳其不能自行规定对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进口商品关税,必须用欧盟的税率,而且对这些关税的设置没有发言权。 四,加拿大模式综合性经济贸易协议,SET谈判持续了七年,现在仍未生效,根据协议,加拿大享有欧洲单一市场优先准入资格,不需承担挪威和瑞士那样的义务,大部分关税取消,但一些敏感食品,比如鸡蛋和鸡,关税不免。 加拿大出口商必须能证明,他们出口欧洲市场的商品,全部是加拿大制造,以杜绝不符合协议规定的商品,走后门进入欧盟,他们还必须采纳欧盟的产品标准和技术规范。 而对这些标准和规范的设定没有发言权,SET涵盖了服务业的一部分,不是全部,对于英国而言。 这种模式无法为英国金融业提供它现在在欧盟享受的地位和权益。 五、新加坡和香港模式,部分脱欧派人士,主张英国采用新加坡或香港那种当边自由贸易政策,取消一切关税,只依靠世贸组织框架。 没有关税对英国的农业和制造业有巨大的负面影响,工党和左派阵营对此支持不会很多。